快又到了最后 我们基本上从第一次上课 就是关于环境的安装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环境 所以一个新环境如果要让它恢复这很重要 你不能说你今天突然临时换一个环境 你东西又要重来 客户又要等你 那不行 我电脑坏掉了 可能要delay我的时间 那当然不行 所以最好的方案就是说 你即便换哪一台电脑 你都可以马上工作 E-Sale VBA是这一点是最好 为什么管它 E-Sale打开就有了 但是你这个Python环境 如果说你第一次上课东西都忘记的话 完蛋了 怎么办 等于你又没有那个能力 做出你要的专案了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那我这边的话 提供一个方案 就是说像我的习惯 就把上个礼拜那边的环境 也把三个东西 包括就是Workspace 就是我们那个 建专案里面都放在Workspace里面 把它压缩起来 然后那个Jungle的环境 跟那个Python3632 反正这三个东西 那我压缩之后的话 再把它备份起来 特别之后为什么要压缩在备份 因为我以前吃过很多苦头 因为没有压缩 你备份的话 那个小胆很多 它光存档的时间 光卡在那里 可能有时候 甚至卡一个小时都可能 那你怎么可能等它一个小时吗 所以呢 后来我发现 你压缩之后 再转存到随身碟 速度就超快的 那你要换到一个环境的话 一样 你就把它怎么样 call到那个环境 像我就把它call到 那个我们这一台电脑里面 像我这边低碟 我就把它call 就是把那个 这个ZIP档call过来 也很快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档案 再到这一台电脑解压缩 解出来其实就还蛮快的 所以我会有三个东西 不过这一台 里面蛮乱的 其实解出来就这三个东西 那再来我就一样 我就把这个Jungle的环境打开 然后呢 确认一下我的Python环境 OK不OK 再开启我的Wallspace 我就可以跟上个礼拜 就是上一次上个一模一样的环境出来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打开之后 刚刚我一执行发现 他跟我讲说 这一台环境里面没有JDK 没有那个JVM 就是那个Java的环境 所以我刚刚又到那个网路上去下载 那个 我们我放在网路上面的那个环境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也一样可以到云端上面 安装环境里面 那把这个JDK 把它下载下来 因为JDK 它要符合我们这个Eclipse 是32位元的 所以我放在上面是32位元的 如果以后你的Eclipse 是64位元 你就再去下载 JDK的64位元 一样就可以run了 不过就是把它装起来 它其实就装一下下 反正以后你们电脑 一样会有这个问题的话 它会跟你讲 装好了 已经 successful 已经安装OK了 那你就把它close掉 那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再去執行 那个Jungle 这个Eclipse的环境 理论上应该就可以run起来了 这时候他会问你说 你的Workspace在哪里 那因为刚好我已经解压说到 我的这个地方 目录 里面东西OK 好有没有 这上 上次上课的东西 全部都在 那我就把它按一个Launch 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 就会恢复正常了 那再来就是你去检查一下 它这边防火墙 允许一下 那这边把它关掉 这他问你要不要看一些东西 那再来就是检查一下 那个你的相关设定 应该还记得吧 Python的环境就是 PyDiv里面 找到那个什么 Interpreter里面的这个 Interpreter 确定一下 因为我也刚好放在 低叠的这个同样目录 所以呢 它也会找得到 那等于是说 你会发现 即便我现在换一台电脑 马上又可以walk了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如果我没有 这东西 环境没有OK的话 每次我光上课 就是一个大麻烦 就是另外一个大灾难开始 我要重新再来过 那其实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其实以前 教任何课程都一样 像之前教Enjoy 教那个手机APP开发 就类似有这种问题 我每次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上课 我就开始头痛 而且我要至少提早半个小时 要到现场 先把环境先run起来 不然的话 我不可能说 叫同学说 等一下老师还在弄环境 你们先自己玩玩看 等到环境弄起来了 哇 已经是上课时间 已经过一半了 这样的上课品质 现在没有人可以认同的 所以 一样的道理 以后如果你要乱环境 慢慢要把这一套东西 能够很快 把它建立起来 你才有办法在 就是说 以后的开发很顺畅 不然很多人 我发现很多人每天摸就是摸环境 你好了没 没有 我还在弄环境 其实你应该要花时间 不是在弄环境 而是应该是在写你要写的程式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第一次上课讲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已经遗忘很多的话 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云端上面都有相关的东西 第一次上课 你可以怎么再把它点击开来 再稍微看一下 我想应该很快你就恢复记忆了 你可以发现 我们那个第一次上课的影片都还在 这个应该是在多久以前 这个应该是3月3号的事情 2018年的3月3号 不过想到这个就觉得蛮有趣 这还写历史 因为我的影片 10年前的影片 其实在YouTube上还可以看到 2006年的影片 其实也还在 那时候其实也有在 劳大教课的影片 也在YouTube上也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再过个几年 会不会未来 所以其实 有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它就成为过往了 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 它就变成历史了 OK 所以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我说过的话 其实都有把它记录下来 这也蛮有趣的 比如说你一开始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 很重要就是 我一定要想点东西 不然的话呢 几年之后人家看你的影片 说老师你讲的话都很多都废话 你会讲一些 比较有内容的东西 但其实这就不容易的点 当然也是用训练 所以如果你敢这样做的话 就要又为这负责任 所以理论上看起来应该还好啦 就是 还好我的影片下方没有很多酸民 我看很多人影片放上去之后 酸民一大堆 然后你这东西还敢放上来 你这东西这么讲得这么烂 不过其实对讲者来说啦 你只要放上去之后的话 反正你要有那种胸襟嘛 没关系啊 我讲得烂 你讲得好你来讲嘛 是不是 不过你也不用跟他回应的 因为我后来发现 酸民他其实就是要挑衅你 那其实他就闲着嘛 反正他就是有时间 他就是可以跟你在那边下耗 那你 倒不如你花时间在 那个应该做的事情上面 你跟他在那边耗着 其实没有用啊 所以有的时候 尽量就是直接把它移除就好了 或者是直接就眼不见为近 OK 所以其实这也当然他提供的 那这边的话每一次上课都有 那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上一次上课是第15次 那第15次上课上了比较多一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上从早上上到下午 所以有两个部分 所以也就是说第15次上课等于是两次上课的这个总和 那里面的话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们待会会把那个这部分呢 再做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们已经建好一个资料库 那怎么再把这个资料库变成一个查询系统 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像那个member member的话就是会员资料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想要查某个会员的名字 或者是某个会员的编号 或者某个会员的什么样的资料 它的住址之类的 那我可以很快的把那个人的资料 相关资料 包含它的电话号码 它的email有信箱等等的 可以很快的把它找到 如果可以的话 那当然每一个系统 如果你都建立起来的话 那对你工作其实会很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要怎么样完成这件事情 里面的话当然 可能本来 其实你可以用MySQL啦 不过用MySQL的话 我上次有讲过 MySQL可能要把它先run起来 还有同学问到用MySQL怎么做 其实MySQL大概就是会有几个地方的差异 第一个就是你要环境要run起来 就是建一个MySQL的伺服器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什么 PHP课程有讲到 在那个VB进阶课程有讲到 但是这个课程也想讲 但是时间怕不够 那如果你以前有上过 你可以实际先把MySQL建立起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再去加挂一个那个MySQL的一个 一个模组 然后那个模组的话里面就是 跟那个SQL Lite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因为SQL Lite是一个档案 档案的话是你要告诉他 你那个档案放哪个位置 所以我们是放在同样的旁边 所以我们有OS有一个 那个配置 DIR的配置 下面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料库 但是呢 MySQL它不是一个档案 它是一个server 那一个server的话一定要IP位置 那另外一个server还要有一个 它的账号跟密码 所以可能会连接资料库的时候 会需要IP位置 跟账号密码 账号通常是ROOTS 就是那个管理者 如果你有其他账号你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连接到那个MySQL资料库 OK 或者是说我们上一学期 又讲到云端资料库 那现在手机APP很多都用到 Filebase的资料库 有没有 其实Jungle可不可以跟它连 可以 那做法其实也雷同啦 你又把上学期的东西再复习一下 不过上学期的东西 也许下学期 我们也会等于再来再run一遍 但内容可能会稍作调整 也许啊 那个 圈祥兄有提供这一本 也许可以把它纳进来 我就可以可能再把这本 不过我发现 那个 这一家那个什么呢 这家书店蛮聪明的 就是说 它只是把有些东西拿出来 然后重新再加一点东西 就是一本书了 而且手脚要快 因为像这种东西 那个 就是热门程度 就是热门的时间 就那一个时间点 所以它推出来 也蛮聪明的 那待会我们会把 这部分包含就是说 再把那个SQLite资料库 也许啊 就是说下载 也许就是那个什么 member资料库吧 然后再做查询系统 其实查询系统非常简单啦 之前如果那个PHP有概念的话 其实就是下一个SQL语法 里面呢 就是select 哪一些栏位 也许就一个star from那个资料 资料表 后面呢 关键字就会有啦 会有哪个栏位like 什么东西啦 那你就把 比如说你从那个表单里面填的东西 丢到那个 查询的字串里面 它就帮你把结果丢回来 那你就把它弄一个表格 把它显示出来就好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可以试试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把那个 环境部分呢 先准备好 那待会我们就 再延伸到那个 我们那个资料库 做查询系统的部分